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这次节期再次领悟 与世人相比 现今我们的生活是多么有福 今年我们迎来了父亲安商红上帝 为了拯救人类 第二次来到这世上的第一百周年 今年的所有节期 所有活动 以及所有祈祷 所有礼拜 全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不仅要感谢上帝 赐予我们这种节期 而且正是因为有节期 才建立了什么呢? 才建立了西安不是吗? 因为建立了西安 所以我们才得到了什么祝福呢? 不仅得到了永生的祝福 还让我们得以认识上帝 在西安中得到了赦罪之恩 我们要常常将荣耀和感谢归于 赐予我们节期 让我们进入救恩这巨大恩典中的 天上父亲 母亲才行 可是 虽然领受了这种祝福 却看不到 也领悟不到此祝福的人 他们虽然在真理之中 却是灵上的盲人 两千年前 耶稣在以色列国出生 在那里传播了福音 有一天 耶稣遇见了 一个生来是瞎眼的盲人 这个瞎子非常希望能睁开眼 看到至今从未看过的世界 耶稣将泥抹在他的眼睛上 叫他往西罗亚池子去吸 他去池子吸眼后 看到了至今从未见过的世界 因此非常高兴 可是 他却不知道 是谁赐予了他这种恩典 此后 他被大祭司 犹太人 法利塞人等调查审问 说 究竟是谁开了你的眼 他说 我不知道 但那位 一定是从上帝那里来的 非常了不起的人 因此 犹太人和法利塞人 严厉地斥责他 并屡次问他说 你真的生来 就是瞎眼的吗 那些法利塞人 还叫了他的父母来确认 他的父母说 他确实生来就是瞎眼的 至于他如今 怎么能看见 我们虽然是他的父母 但我们也不知道 他已经成了人 你们直接问他 你们直接问他 其不更好吗 因此 那些调查的人 再次盘问瞎子 于是那个瞎子回答说 从前我是眼瞎的 但非常确实的是 如今我能看见了 开我眼的人 是个罪人不是 我不知道 他是谁 我也不知道 但有一点肯定的是 生来瞎眼的我 如今能看见了 今天的我们也同样 上帝赐给了我们 万种祝福 万种恩典 可是 因为看不到 那祝福和恩典 看不到天国 所以心 总是朝向世界 看不到上帝 所打开的 荣耀的天国之路 所以 我们所有的盼望 和目标 都转向了这世界 这地上的一切 只不过是 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 我们应具备 能看到 永远天国世界的 灵眼才行 我们一定要将 感谢和荣耀归于 赐予我们 这神圣的节气 和宝贵伟大祝福的上帝 我们不仅 要感谢父亲母亲 来到这地上 还要感谢上帝 赐予我们新约 赐予我们天国的应许 我们要懂得 看到这些祝福 直到昨天为止 我们是眼瞎的 但今天 睁开眼后发现 周围 全部都是祝福 从早晨起床 到晚上入睡 一切都是祝福 即使在梦中 上帝也在引导我们 走向充满的祝福 我们要领悟这样的事实 而生活才行 此次我秉承母亲的旨意 访问了美国 在那里 我和家人们一起讨论了 我们是多么得福的人 当认识到我们 是多么得福的人时 才开始意识到 我们正在蒙受万种祝福 还有 比我们更确定 能回天国的人吗 还有 比我们更确信 得到天国应许的人吗 在这地上 再没有比我们 更确信的人 我们已经预约好了天国 上帝已经给我们敞开了 所有能回天国的道路 仅凭这一点 也能明白 再没有比这更有福的事 被誉为流行乐之王的 迈克尔·杰克逊 虽然已经辞世成为故人 但他在世时 只要开演唱会 人们就会因买到一张门票 感到万分高兴 因为能到现场听他的歌 而高兴的 不能自已 但我们 却以预定 去比那有数百 数千倍荣耀的 完全无法相提并论的地方 那么 我们每天 是否为此感到幸福 为此高兴 并引以为荣 再与他人一起分享此恩典呢 我们眼中 若看不到这些 那么即使去教会十年 二十年 依然是瞎子 有的人遇见了上帝 却依然是瞎眼的 有的人因遇见了上帝 打开了灵眼 希望通过此节期 我们所有的西安子女 都能打开灵眼 看到上帝 在我们周围赐予的万种祝福 并常常 将感谢和荣耀 归于上帝 在美国 我问了家人们 几个问题 今天 我也同样 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在美国 和家人们 以诚然有福 为主题 查看了话语 在亚伯拉罕时代 谁是最得福的人呢 是亚伯拉罕 挪亚时代呢 挪亚 是最得福的人 彼得时代呢 是彼得 因为 这是将答案的99% 都告诉各位后 问的问题 所以 除了不知道彼得 挪亚是谁的 1%的人以外 其他人 都知道答案 现在 说的都是那些 得福的人 在摩西时代 谁是得福的人呢 摩西 那么 在我们此时代 在我们所生活的 圣灵时代 谁是得福的人呢 就是在新约中 领受父亲上帝 母亲上帝 祝福的我们 不是吗 在西安中的我们 诚然是得福的人 上次 我听说 西安里的学生 聚在一起 说了这样的话 学生们 因为没有什么话题 所以 互相问了 对方喜欢什么 你喜欢泡菜 还是喜欢意大利面 有的人说 喜欢泡菜 有的人说 喜欢意大利面 又问 你喜欢鱼 还是喜欢炸鸡 有人说 喜欢鱼 有人说 喜欢炸鸡 他们可能 是觉得 在西安中 谈这种话题 不太恩典 所以 有人提议说 我们不聊那些 谈谈圣经里 有关真理的内容吧 这样 改变了 谈话的主题 你觉得 摩西好 还是保罗好 有个学生说 是摩西 你若觉得 摩西好 那么 你能 做两次 四十天的 进食吗 别说 是进食四十天 就是 进食三天 也不是 容易的事 在摩西时代 若是以摩西出生 究竟会怎么样呢 若是 进食四十天 这身体 会变成 会变成什么样呢 那痛苦 一定不容小觑 那个学生突然 产生了 这样的想法 他觉得 自己没有 信心做摩西 连续做 两次 四十天 进食 这种事 非同小可 所以 他又改变主意 换了 保罗 觉得保罗能好一些 他说保罗后 刚刚提问的家人 又问他 那你能像他一样 被鞭打五次 每次四十 减去一下吗 这同样 是很难做的事 而且 还会吃不饱 穿不暖 不得睡 受寒冷 最终还殉酱 他发现 这也绝非简单之事 他 左思右想后 觉得 保罗 也是在极其艰难的 福音环境中 引领的福音之路 摩西 同样也是在 艰难的环境中 领导了 以色列百姓 然后 他回顾了一下 现今的我们 有谁 让我们 做四十天的进食吗 有谁 让我们 受鞭打五次 每次四十 减去一下吗 这样比较后 他深刻认识到 此时代的我们 真是生活在 无比得福的时代 据说 后来 又问了一个问题 你觉得 走四十年 旷野之路的 以色列百姓们好 还是 初代教会 当时受 逼迫的圣徒们好 当问他 降属哪一方时 他发现 哪一方都不容易 每天 被追赶 逃到洞窟 藏身到地下墓穴里 做礼拜 他觉得 自己很难做 这样的 初代教会圣徒 可是 在 炎炎烈热下 走四十年的 旷野路 这也不是 容易的事 在我们生活的 此时代 有谁 让我们走 那种旷野路吗 而且 有那种 为了不当 接受真理 而逼迫 毁谤的人吗 细想想 发现 我们 蒙受了 无比 巨大的祝福 可是 却身在 福中 不知福 不实的 不平不满 发牢骚 发怨言 当我们 回顾自身 以及我们 生活的时代 才发现 我们确实是 非常得福的人 所以 比起 亚伯拉罕时代的 亚伯拉罕 挪亚时代的 挪亚 摩西时代的 摩西 现今的我们 更为有福 生活在 上帝 如此大的祝福中 却看不到 此祝福 所以 只能是 灵的盲人 不在真理中的人 因为 看不到真理 当然是 灵的瞎子 但我们 已经开了眼 却仍有 看不到的地方 所以 我们 才真是 瞎子中的瞎子 不是吗 父亲母亲 将现今 创造为 特别有福的时代 将我们的西安 创造为福地 想到这些后 学生们开始 充满了 灵的力量 亲爱的 西安家族们 我们一起 仔细回顾一下 现今时代吧 在 圣府时代 以色列百姓 在旷野 四十年生活中 有亲耳听到 上帝声音的人吗 若是有 也只有摩西 所以 才说摩西 是有福的人 在亚伯拉罕时代 为何说 亚伯拉罕 有福呢 因为 他迎接了上帝 得到了 亲耳听 上帝声音的机会 而且 还邀请上帝 去他家 得到了 侍奉上帝的 特殊机会 亚伯拉罕 曾有过 这种经历 所以他 才是 有福的人 但现今 只要我们 下决心 是不是 就能听到 父亲的声音呢 若想听 父亲的声音 只要进入 www.watv.org 网站点击 马上就能听到 父亲的声音 我们现在 正生活在 这样的时代 在 圣府时代 即使 再想听 上帝的声音 能录下 上帝的声音 随时点击 听取吗 有这种 装置设备吗 但这在 我们生活的 时代 全都可以 在启示中 天使说 要给约翰 看 羔羊的鸡 因此 使徒约翰 非常高兴 羔羊的鸡 会是什么样呢 会发出 什么声音呢 他非常期待 可是天使 却只给他 看了 从天而降的 圣城耶路撒冷 这不是什么 可笑的事 但我们 却如何呢 即使是在地球 另一端的国家 但只要他本人 想来见母亲 就能来 我们现在 正生活在 这样的时代 因为 现在 正是秋季节季 全世界各地 都在进行 传道大会 家人们 因为想听 母亲的声音 所以 就用智能手机 打来电话 打开外放功能 家人们 向母亲 线上问候 并一起欢呼 We love you We love you 最近 在母亲身边 常常能看到 这种情况 母亲也对他们说 我很爱你们 Thank you I love you 在母亲身边 能听到很多 这样的对话 只要那边请求 听母亲的声音 那么 就随时 能听到 我们 正生活在 这种时代 在圣父时代 圣子时代中 有这样的时代吗 只要想 就随时 能听到 上帝的声音 过去 有过这样的 时代吗 没有 我们生活在 如此有福的 时代中 却看不到 这种福 所以才是 灵上的盲人 因听不懂 这种福 所以才是 聋子 有些人 因为感觉不到 这种福 所以心门紧闭 心灵迟钝 眼睛 耳朵 心灵都封闭 处在这种 令人遗憾 的状况中 通过 此节期 希望我们 都能认识到 我们生活在 多么有福的时代 上帝 请您 打开我的眼睛 耳朵 和心灵 让我 能够 常常喜乐吧 请让我们 领悟 我们是 多么 有福 的人吧 请打开 我的心灵 眼睛 和耳朵吧 我们 要怀着 这样的信心 更出色地 履行上帝 赐予我们的 福音使命 全世界 虽然 犹如 海沙般 众多的人类 可是 有人 在正确地 遵守 这节期吗 除了我们 西安以外 再也没有 上帝 已经 让我们 进入西安 预定好了 天国 所以 在我们的人生中 还有什么 可不平 不满的呢 在我们的生活中 没有什么 值得 不平 不满的事 因为我们 已经 预约好了 天国 能够买到 迈克尔杰克逊 演唱会的 一张票 都会高兴地 哼着歌 不知如何是好 在等待 演唱会的日子里 每天都 激动不已 感到万分高兴 可是 我们已经 预约好了 天国 却总是 感到痛苦 累 烦躁 悲伤 总是说 互相伤害的话 刺痛彼此的话 我们绝不能过 这样的生活 上帝小于我们说 你们要在新约真理中 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我们的生活 确实是幸福的 我们要正确地看到 听到 感受到 此事实才行 希望 通过 本次秋季节期 各位都能恢复 那些已经失去的感觉 各位 这世上 虽然 有成为 亿万富翁的方法 但当 那人的人生 结束后 就会坠入地狱 我们在这地上 虽然过的是 极其平凡的生活 但 因为我们已经 预约好了天国 所以 再过不久 就会去天国 那么 在这两种人生中 我们要选择 哪一个呢 我们西安家族 当然都会选择 天国的生活 不相信天国的人 会选择 做亿万富翁 但 在他们死后 却带不走什么 而且 在下一个世界中 会受永远的 地狱痛苦 我们 不能只因 学生们 所谈论的内容 而感到 我们 确实有福 我们 还要想到 相信上帝 能领受 真正的真理 这是多么 有福的事呢 而且 能够进入西安 这是多么 有福的事呢 我们 只是进入了西安吗 进入西安后 发现 这里不仅有 父亲 还有母亲 还有亲爱的 弟兄姐妹 尽管我们 已经进入了 极其有福之地 可是却看不到 感觉不到 那祝福 那么 这只能说 我们的眼睛 耳朵和心灵 已经麻痹 通过这次的节期 都打开 属灵的感觉吧 我们真的是 得福的人 我们比亚伯拉罕 更有福 比诺亚 更有福 比保罗 更有福 使徒约翰 虽然很想 和天上母亲 对话 却没能 见到母亲 可 现今时代的我们 却能够 直接 见到母亲 听到母亲的声音 而且 今天我们 也得到了 母亲自语的 祝福祈祷 但当我们的 心盲目 那么即使母亲 自语祝福祈祷 也只会认为 母亲在做祈祷 见到母亲 也只会认为 我们能看到母亲 可以说 这一切 都是在灵的盲人身上 才会发生的事 这秋季节期 是受圣灵祝福的节期 希望通过这次秋季节期 借着上帝赐予的圣灵 打开我们所有人的眼睛 耳朵和心灵 一起看一下 希伯来书 九章二十七节话语 按照定命 人人都有意思 此后且有审判 像这样 基督既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 第二次显现 并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上帝在两千年前 来到这地上 建立了新约真理之道 打开了拯救人类的道路 但就像 但音礼书七章中 所预言的一样 撒旦毁坏了那荣耀之路 改变了节期和律法 这地上 没有能超越撒旦力量的人 所以都跟随了 被改变的内容 受到了毁谤 跟随撒旦之路的末尾 就是地狱和死亡 但为了拯救我们 这些被引向死亡之路的人类 父亲母亲来到这地上 将我们走向地狱的脚步 重新转向了哪里呢 都转向了天国 若走向地狱的人 都转向了天国 那还有比这更大的福吗 我们 离当每天都呼喊 诚然有福才对 可是 我们却意识不到 所得的祝福 每天盲人的生活 上帝会是多么心痛呢 比起说 我们教会的真理 好像是对的 得过且过 时候到了 可能就会去天国 我们要睁开眼睛 看到我们的祝福才行 圣经让我们思考 上帝赐予了我们什么祝福 不是吗 所以我们要懂得查看 和数算才行 我们会进入永远的天国 但天国并不是白白进入的 经上记录说 为了拯救我们 上帝 为了等候他的人 会怎样呢 第二次来临 并恢复了残缺 毁坏的新约节期 新约的所有制度 各位应该都听过这个例话 我和美国西安的家人们 也一起分享了这个例话 有一个人 去外国旅行 但在那个国家 他的钱财 被洗劫一空 不仅如此 他没做任何坏事 却被绑复 受鞭打 用粗大的钉子 定他的掌心 他在那里受了 巨大的痛苦和煎熬 被人们藐视 嘲弄 他经历九死一生 好不容易得释放回国 过了许久后 即使有人怨妇千亿报仇 让他再去哪国 他会有想去的心思吗 但我们的上帝 却是怎么做的呢 再次来到了那地方 经上记录说 上帝第二次来临不是吗 上帝出临时 得到了好的待遇吗 每天都被嘲笑 受毁谤和诽谤 最终还将上帝 钉在十字架 给上帝带荆棘冠冕 时以鞭刑 又用枪 刺上帝泪旁 对于这种受苦难之地 上帝是怎么做的呢 为了拯救我们 再次来到了这里 不是吗 在历代信心的前辈之中 没有像现今的我们一样 蒙受如此巨大的爱 过信仰生活的人 经上说 上帝第二次 来到了这惨烈之地 上帝当然也爱 其他时代的人们 然而我认为 除了生活在 这幕后圣灵时代的我们以外 上帝没有施予过 如此巨大的爱 因为 现今我们生活的时代 蒙受了上帝最大的爱 所以 我们一定要 借着这次的秋季节气 打开灵眼 认识到我们诚然有福 诚然快乐 要每天唤醒我们沉睡的灵魂 可是 若我们不养成这样的生活习惯 那么 只要有一点事 就会发怨言 不平不满 在西安中 弟兄姐妹 也会互相争吵 产生不和 母亲 却 自以为 都能进入天国 虽然安息日 月节 节期 都是戒命 但上帝说 要彼此相爱 彼此联合的话语 也是上帝的戒命 约翰福音 十三章三十四节中 明确记录说 这是戒命 不是吗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英语圣经中记录说 不可不相爱 彼此相爱 不是指相爱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六十 英语圣经中 使用了MUST 必须 说要百分之百相爱 说 这就是命令 我们 若想做到 那么就必须 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耳朵 和心灵才行 而且 领悟不到我们 在过着多么 有福的生活的人 即使 遵守数十次节期 数百次节期 也无法理解 今年 是父亲 历临此地的 第一百周年 上帝为了拯救我们 再次来到 这不愿再来的地上 而且 也没有受到 世人的欢迎 即使 遭受各种逼迫 与患难 经历困苦 仍然 将节期和新约 传给我们 为了让我们 走向得救之路 付出了 无数的心血 上帝 通过 以利亚的使命 将天上母亲 巧遇给了 所有子女 又通过 应许的子孙 这一真理 再次向我们强调 若不成为 母亲的子女 就绝对无法 得到天国的应许 上帝 我想到了很多内容 我们确实是得福的人 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自己在得福 只要遇到一个小小的障碍 困难的环境 就因此不平 发怨言 我们过去 没能仰望更大的祝福 过了像盲人一样的生活 在父亲诞辰一百周年之际 我们要除去 肉身上所有的错误和缺点 再次重生得到变化才行 不是吗 希望在此次的一百周年之际 在此次秋季节期 我们都能得到进一步的成长 一起看弥迦书四章一节话语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必尖利 超湖珠山 高举过于万岭 万民都要留归这山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 说 来吧 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奔雅各上帝的殿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在末日 上帝为了教导我们 亲自来到这地上 为了教导什么而来呢 为了教导关于得救的所有真理 为了教导能得天国应许的真理而来 上帝将新约的所有真理 和关于天上母亲的教导 以及赦罪的所有恩典 赐予了我们 我们不能将天上父亲 天上母亲所施予的恩典 单纯地设为先知者们记录的预言 我们要正视 成就所有预言的现今时代才行 在哪个时代 能发生这样的事呢 上帝亲自来临 亲自赐予教导 并将残缺 毁坏的西安 怎样了呢 重新建立 赐予我们安息日 逾越节 以及三次七个节期 新约的所有律例 让我们得到天国应许的 就是父亲和母亲不是吗 上帝为了我们 不断地付出辛苦和努力 可是作为子女的我们 却丝毫不在意 父亲母亲的 辛苦和付出 背弃天国之路 走向让父亲母亲伤心的路 我认为 这一定是因为灵的眼睛 至今还未睁开的缘故 若细细品位 一百这个数字 会发现这里面 还蕴含了改变一切的意思 水 虽然是液体 但温度若是上升到一百度 就会开始变化 一百这个数字 就拥有这种变化的力量 即使过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信仰生活 仍然没有任何变化 我想这也许是因为 我们还未打开灵的眼睛 没能看到祝福的缘故 现在都打开眼睛吧 今年是父亲诞辰 第一百周年 我们确实得福了 姐妹 你得福了 弟兄 你真有福 我们借着母亲 成为应许的子孙 所以诚然是得福的人 我们岂能失去那祝福呢 我们要在话语中成为一体 彼此联合 为了在今年 更加迅速地将福音 传向撒玛利亚直到地级 我们要一同献上祈祷 将圣灵的力量 源源不断地传向在全世界 做福音施工的家人 希望我们都能领受到 父亲母亲所赐予的 强于其他任何时代的 圣灵祝福 希望今天的礼拜 能够成为 将发自内心的感谢 献给上帝的圣洁祭祀 以此结束话语 谢谢 谢谢